先讓觀眾朋友知道 裡頭住了哪些人物 第一 都很有名嗎 現在在線上 A咖一線的女主持人住在裡頭 第二 前警政署的署長住在裡頭 第三 一個部長級的人物住在裡頭 第四 一個部長級的人 在那裡賣了一個房子 但最後她被嚇跑 觀眾朋友 聽到這邊 你一定很想繼續聽我講下去 這個地方怎麼那麼多 這些A咖 我先來講 故事的一個背景 十幾年前 當時我去採訪了一個凶殺案 有一個女的 他跟一個男的出去約會 結果莫名其妙 那個男的就拿牛排刀 刺了他好幾刀 就把他給刺死了 怎麼會這樣 對 這男的就以為把他刺死了 就把這個女的 棄屍在我剛剛說的 豪宅社區旁邊的一條山路上 可是其實那女的沒死 他只是被他刺昏了 好啦 可是男的以為他死了 結果破汽油 然後焚燒 然後馬上就走 但是這個女的他沒死 所以他被燒到全身著火 他很痛 他先被捅了 男方以為他死了 所以再給他潑油 澆了 再燒他 都還沒死啊 是 結果他被燒了之後他很痛 他就爬起來 我跟各位講 他是全身著火 有如一團火球 拚命的從他被氣死的地方 開始跑... 就跑到了我說的 這個豪宅社區的警衛室門口 那時候是早上6點多 我為什麼記得這麼清楚 因為這案子是我跑的 我跟各位講 他跑到那裡求救 他全身著火 警衛一看都嚇呆了 都不知道該怎麼辦 當然最後還是要報警 很抱歉 來的時候送到醫院 他就已經快要重傷不治 我到醫院 燒他當中去採訪他的時候 所以你親眼看到他了 沒多久他當然就離開人間 他的家屬告訴我 我的女兒死不瞑目啊 死不瞑目 因為這個案子到現在都還沒破 到現在 這哪一年的事情 是十幾年前的事 到現在都還沒有破 那麼沒破的案子會有什麼 會有怨念 對 接下來 2002年 就這麼巧 在這個事情之後 2002年 搬來了一個流姓男子 這個流姓男子以前是什麼 搬到這個社區 對 他是來租房子 他不是買 他租 這個流姓男子 以前是家裡 有 又來一個大咖 綽號叫豐牛 怎麼樣 夠大條了吧 結果他住來這邊 他突然發瘋了 他本來住十樓 然後他就發瘋 精神狀況怪怪的 然後他就跑去 這個社區的租人中心 跟他講 因為我覺得鄰居很吵 每天都有人吵我 好啦 租人中心 你又不過他 那我幫你再租另外一間好不好 搬走 搬到八樓去 十樓搬到八樓 換一間 OK 結果到八樓之後 他說 他說還是有人在吵我 所以他這次也不想要再跟 租人中心的人溝通 他直接拿了一把刀 跑到租人中心 好吵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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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死二重傷 他因為覺得太吵了 受不了到最後跑去殺人 對 回去自己的八樓 好吵喔 然後自己 這個案子 兩條人命 兩個重傷 你以為就完了嗎 還沒完了 你以為完了嗎 2007年 我剛剛是不是講 有一位部長級的人物 買在這裡 對 沒有自己住的那位 好啦 大家可能以為 我要杜撰了 那我就直接講 蒙障委員會委員長 前蒙障委員會委員長 高思伯 名字都要出來喔 你猜他買幾樓 我 十樓 好吵喔 搬到八樓 好吵喔 九樓是不是空在那兒 他就不偏不倚 買在那九樓 還在不吵的那一樓嗎 但是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 最後發生什麼事 他就買九樓 但後來總會聽到 我剛剛講的前面那些 恐怖的事情吧 我不要 退 退 退 他付了簽約金50萬 我要退 退了成嗎 等一下再說 2008年 我剛剛是不是還講 有一個部長級的人物 住在這 他其實是被內定當部長 但是後來他沒有當成部長 不知道為什麼 他沒有當成部長 因為他住在這 所以很衰 沒有關運 不是 因為他死了 他在就任前的幾天而已 他住在這 就任前的幾天 他是要當部長 他是馬總統的愛將 他在他家旁邊 有一個104高地公園 去爬山 爬一爬 突然就發作就走了 就死了對不對 我前面講的 已經這麼陰陽怪氣了 到他這邊 既然又奪走了一個 準部長的人命 這個時候有人就講 這個地方 風水看雨的角度來講 這個社區旁邊 看看 觀眾朋友 你看一下這個 這是什麼 這是一個電塔 但是這個電塔上面 奇奇怪怪的這些分支 就像什麼 蜈蚣 而這蜈蚣就正對著這個社區 而那位部長所住的地方 剛好就在這附近 而這個蜈蚣形成了一個叫 天天對著部長家 不斷的放電 克 克 克 最後把他給克死 前面已經有很多命案的怨念了 再加上又有一個這樣 風水上的一個不好的東西 好啦 我剛剛不是跟觀眾朋友講嗎 這個前盟障委會的委員長 高思伯 他不是不要買了嗎 對 50萬退掉嗎 應該可以吧 對不對 這麼恐怖 法官說 不行 不行 因為跳樓的人是從8樓跳 跟你9樓什麼事 你還是吃下去嗎 他只是你的鄰居 不是你買的這一棟 那你猜他最後搬進去沒有 我當然 要我 我當然不搬 是啊 所以將心比心 他當然沒搬進去 這樣才對 看到這一整個社區這樣 這社區也是太恐怖了 但是總共我們算一算 四死兩重傷對不對 這都是真實的社會案件 真的發生過的 那麼剛剛講是這一個社區 其實台灣有一個十大凶宅的排行榜上面 竟然有凶宅是我們的謝老師 曾經親自去處理過的對不對 那在這裡面 是跟阿飄交手嗎 還是跟惡靈交手嗎 那是什麼樣一個經驗 好 首先第一個來說 因為我們在台灣 有很多人喜歡到這個所謂的 鬼屋去探險 去這個 對 我們在台灣有所謂的排名 所謂的十大鬼屋 那其中一個非常有名的 就是台中的所謂的烏日鬼屋 所以你看他連在門口上面 都特別提了就是說 因為很多人他要半夜跑去探險 所以他特別提到就是說 可能我這邊可能也有通電 有什麼希望大家不要隨便進去探險 想來鬼畜動手腳 電死不負責任 出來賓有神鬼 在大概差不多四十幾年前的時候 台中烏日鄉這個地方 因為當地我所接觸的這個版本 因為它的謠傳有很多版本 那我所接觸實際的這個版本裡頭 是這個女主人 她原來是一個酒店的小姐 酒店小姐 對 她賺了很多很多錢 跟她的這個男朋友在一起的時候 她想說 那我們將來也許我就不做了 那我在這個地方 可以蓋一個非常豪華的這個房子 所以在四十幾年前 她就在台中蓋了一個 台中當時烏日鄉裡頭 當時整個鄉裡頭 最豪華的一個這個叫豪宅 算是四十年前當地的豪宅就是了 對 有四層樓高 當她蓋好的時候 她就約定她的這個男朋友 比如說那我們以後就搬進來租 可是在她搬進去的那天晚上 這個女孩子突然發現 我的男朋友原來有老婆的 對 原來她是小三 對 原來 而且她還帶著她老婆 到這個房子以後來 要霸佔她的財產 可是房子是這位酒廊小姐 自己存錢把她蓋了起來的 結果發現她男人不但是有原配 還把原配帶進來要來佔她的房子 對 那這個女人當然一想不開 你怎麼可以這樣子對我 當然二話不說 就把這個男的趕走了 還連同她的老婆趕走 通通趕走 對 可是趕走以後她越想越不甘心 因為我花了這麼多的錢 在這個地方蓋了房子 然後你居然想要來霸佔 我所有的這個財產 本來想要跟她愛的男人一起廝守的 結果變這樣子 結果後來她越想越想不開之後 她聽說 因為在民間有個傳說 就是我們有些人 她可能上吊的時候穿紅衣服自殺 然後會變成所謂的利鬼 利鬼 這個我聽過 所以她就想說 如果我可以變成利鬼的話 我要去找這個男生報仇 糾纏你整室對不對 對… 她一想想不開 就在二樓這個地方 她的房間裡頭開始上吊 在她自己蓋的房子裡面上吊 對 那她就想 就算你要來霸佔 我告訴你 這個房子我已經在裡頭變利鬼 我讓你也不敢住進來 你敢住進來我就纏著你 當然事實上 因為走到這樣子的情況下 那個男生 你膽子再大 你也不敢帶你老婆進來裡頭住 對啊 裡面有冤魂 所以這個男生就躲 就開始帶著他老婆 就跑到高雄去躲起來了 那這個地方就變成 因為在民間裡頭傳說就是說 所謂的自殺的靈叫蒂芙靈 他沒有辦法跑到太遠去 他沒有辦法離開這個房子的範圍 所以也就是傳說中 每到了晚上的時候 這個女孩子就在二樓 三樓 大概在二樓的位置 比如她上吊的那一層 那麼她常常會在走廊的地方 看著外面 所以常常有人經過的時候 看到一個紅衣女子在那個地方 所以慢慢慢慢地 污日這個所謂的鬼屋 那麼就這樣子傳出來 因為這荒廢的屋子有許多靈異的傳聞 吸引了一位事業不順 去簽六合彩的男子 每週在六合彩開採前 都去這間空屋尋求紅衣女鬼幫助 更進一步想跟紅衣女鬼明婚 讓自己運勢大發 但男子老婆大怒反對明婚 老婆反對明婚後 觸怒紅衣女鬼 開始怪病上身全身疼痛 男子找到謝老師 請求老師跟紅衣女鬼溝通 如何能一方面藉由紅衣女鬼 讓自己運勢大發 同時讓老婆平安無事 接下來就是謝老師的 與鬼談判實路 那在談的過程裡頭 其實因為他原來這個 我們講說他在酒店小姐裡頭 我們知道他有一些習慣 像什麼習慣 抽菸 那你就看到那個香 那個香菸這樣 一鳴一滅 而且那個很有規律的 有節奏的 對…房子裡頭是沒有風的情況下 就一鳴一滅這樣子亮 然後大家覺得 最後呢 其實我看到這個過程裡頭 中間其實還有 還有那種過程是 很長的一口氣 然後就… 它吐大氣就是啊 沒有 就是你吸一吸 有一種深吸一口氣 對啊 長長的吐一口的那種感覺 吸了進去 然後這個時候 他其實談判的過程裡頭 當然最後他這樣講 他的希望是說 要不然他這樣講 如果真的沒有辦法冥婚的話 那是不是維持現狀 那你還是一樣住這裡啊 那你一個禮拜來幾天啊 所以你最後幫他談判到最後的結果是 長短長 然後這個 這位那個往生的小姐 可能長長的吐了一口氣 這個感覺好像他在思考一樣 對… 到最後的結果是 和平共處 你來幾天 我來幾天 老婆也不再堅持 對 多怪啊 這樣的地方 你講說這是唯一少數 台灣十大鬼屋頭 還有人住的地方 但是你那時候怎麼知道 人家答應了 你知道嗎 一般在傳統民間裡頭 農曆七月份 會建議大家盡量避免 開刀 吊傷 或者是我們這樣 所以到這個醫院去探病 原因是因為民間裡頭 認為農曆的這個七月份來說的話 比較容易有這個 所謂好兄弟的出入 那因此 盡量避免到這些地方 產生一些不好的一些影響